家人们好 这一位粉丝 说要1000块钱买我的书法作品 我感到很惭愧 实话实说 我的字 真是不值钱 从书法技巧技能上说 真是不值钱 也许十年之后 我再练练提高 也许能卖点钱 但是现在我的书法作品 不值钱 也许我的话 改编的圣人的话 以后被社会实践证明 对社会有促进作用 也许就值点钱 我们看一些 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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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着的时候 当书法作品更能值点钱 但是他一旦去世 他就没有收藏价值了 因为有些名人 他在历史上他留不下什么东西 本身他的字又不是怎么好 他又不是书法家 是不是 他的名气可能在世的时候值得钱 但是一旦去世 他这个名人 在历史上留不下什么东西来 假如说一个人 在历史上能留下点东西 他写的东西 那应该值得钱 你比如说李时珍医学家 假如说现在有李时珍 写的一个什么什么东西 哪怕写的不好 但是李时珍为社会贡献大 那他的东西肯定是要多少 值点钱吧 但是呢 我没想着卖书法作品 我没想着靠着将来卖书法作品去发财 因为我想到我的发财门路是 拍电影 搞综艺节目 给产品赋予文化品牌 直播带货 书法作品呢 就允许我一种人际交往 一种答谢别人的一种手段 但这次我决定要买 为什么 这次卖的目的 一千块钱 我准备分成三份啊 请网货来写 要给网货钱 我们俩网货我们俩一起来写 再一个呢 拿出三百多块钱 给这个大会狼 大会狼最近刚到航天来 听说他比较困难 因为大会狼是我的合作伙伴 我希望给他加油鼓劲 现在我放眼整个横店 能够和我合作的 思来想去 就可能大会狼跟王鹤比较合适一些 尽管我愿意跟浪哥再合作 但是你让浪哥再拿出一万块钱 给东北大姐 他是估计做不到 这个飞鸽旅途中的飞鸽 也想找他合作 但是也有点困难 因为他是大老板 身份不对称啊 对不对 我就是一流浪乞丐 对不对 我也挺念旧的 想给军少合作 但是军少老是对我爱答不理 昨天晚上又联系了 联系不上 想理了就理我一下 不想理了就干脆就不理我 你说这是沟通就不顺畅 现在就跟大会狼王鹤沟沟通顺畅 你就即使有事对不对 你你你 我当时给你联系 你当时有事 你再过一段你再回过来吧 再问我吧 问我对不对 老教住酒界什么 教老师无所谓称呼都我也不在意 建议 有什么上面找我 他军上都做不到 对不对 所以说 也不要说我很大方 很大气 本来这一千块钱 我可以一个人挣的 但是为了我的稀有宋经事业 我愿意把这个钱给大家分享 最后再次感谢这位粉丝 有的朋友可能是有说是粉丝忽悠我的 但是我感觉应该这次能成 为什么 因为这位粉丝是本身就是搞撞客的 我已经加微信了 看他的朋友圈 他发的都是他的书法作品啊 撞客呀 对这方面喜欢的 我觉得这一次的成功的可能性比较大 你有眼光 我的字不值钱 但是我找来助手 王鹤的书法应该说是有一定含量 对不对 完了之后再加上我这个话 改变到圣人的话 也许以后能能能能能能有点生殖空间 我觉得这位粉丝有眼光 再次感谢这位粉丝 好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也感谢所有家里面的持续关注 感谢大家点赞关注 拜拜